中四条以上,夫妻迟早会散活 一,没有信任,欺骗成瘾 一个人经常欺骗另一个人,时间久了 不管他做什么,自己都不会相信了 这样两个人,一个是骗子,一个是疯子 在一起就只是煎熬 二,不知满足,经常抱怨 持有所长,寸有所短 每个人挣钱的能力是有大小的 只要对方努力在工作,就应该给他鼓励和信心 不知满足,经常抱怨,只会让两颗心越走越远 三,和对方父母亲戚难以相处 婚姻不比爱情,婚姻是两个家庭的事 一般情况下,处理不好家人关系的人 婚姻也同样经营不好 毕竟心凉了的人早晚都会走 四,夫妻生活不和谐 有信无爱,有爱无信,无爱无信 不管是哪一种,夫妻两人都不会幸福 时间久了也会滋生出更多的婚姻问题 五,三观不和 三观不和的两个人在一起就像两个陌生人 说话说不到一起,做事做不到一块 互相看不顺眼,只会身心俱疲,同床异梦 六,家暴 家暴就像是婚外情,有一次就有第二次,第三次 当对方开始拳脚相向时 这段婚姻也就走到了尽头 毕竟狗急了还会跳墙,再温柔的人在家暴下也会反抗离开 七,暧昧婚爱情 婚中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背叛 就算只是暧昧,也会让夫妻感情受到重创 她不是不想离开你,而是在攒够了资本和攒够失望 等她攒够了这些,她也会毫不犹豫地离开你 八,无休止的争吵,一言不合就吵架,一吵架就翻旧账 这样的两个人注定没有幸福可言 因为感情是经不起消耗的,每吵一次感情也就淡一分 九,厌倦回家 厌倦回家的人不一定有婚外情 但厌倦回家的人一定想逃离婚姻 十,冷暴力 比吵架更可怕的就是冷暴力 经常冷暴力的夫妻就是相互折磨 谁都不说话,日子久了,感情也就淡了